在主持人公布得奖名单后 小学生们依序上台领奖 并获得大家的祝贺 你看我奖杯 这么大的奖杯 真的是很荣耀的时刻 每年举办的数位卡片创意设计比赛 参赛的学生都是已在地国中小学生 此活动能够办理到第九届 这都是学校以及民间团体 共同支持下最好的成果 这九年来非常感谢我们积极镇列 所有的国中小 所有的老师校长及小朋友 他们踊跃的一个参与 尤其我们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录 我们镇内所有的小朋友 每一个人都来教出他们的一个作品 感恩的季节里面 办这样这么温馨的活动 然后又有这么多的学校老师 小朋友跟家长来参与 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个人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由于每年参加作品是非常的多 竞争是非常激烈 今年积极数位中心 是特别邀请了专业老师来评选 这让得奖的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水准 主要就是看他的构图啊 美观啊 还有里面对妈妈讲述的话的 那个孝顺的一个感觉 经过互相的一个切磋 然后我们聘请最专业的老师的一个评审 今天得到这些殊荣 我相信这些殊荣 都是献给母亲最好的一个礼物 我们看到了这些学生的作品 虽然简单 内涵却是非常丰富 议员曾遭遇 也期免在明年进入第十届时 希望能够扩大以外地来举办 在更激烈的竞赛中 能够激荡出更好的作品来 衷心盼望明年 积极的数学机会中心 将迈入第十年 我希望我们能够扩大来办理 尤其能够让我们小朋友 走出我们积极阵外 来跟其他乡镇的同学 互相的来切磋 我相信对他们的作品来讲 能够更加的一个深化 也能够造成他们更大的一个激荡 活动主要是为了庆祝母亲节 所以在会场工作人员 也赠送了母亲们康乃馨 而得奖的小学生 在与自己的母亲拍照后 大家宛如是提早度过了 难忘的母亲家节 明以希望怀怀 经济采访报道